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下 抗疫的士 以及現在香港的紀律部隊的情況 有網友跟我們聊天的時候就覺得 現在香港政府 竟然 就說要出重金 請的士司機接載 一些確診的患者去隔離地方 抗疫的士 這些抗疫的士由政府給錢 市民就不用錢了 林鄭就說 跟那些與會的人士 即是跟的士解別的人士談過 希望由他們出手運送 求診人士去到指定的診所 香港的小巴的士總商會理事周國強就說 預計業界會調300至400的車來做抗疫的士 但是 由於這個高度危險性 希望薪酬有2000至3000元一天 不然就沒有人肯做了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有3萬個警察 很多市民就會立即問 為甚麼3萬個警察 沒有甚麼做 要找的士人做抗疫第一線呢 你說醫護大量的不夠人手 那就沒辦法了 醫護當然是幫不了手 那麼現在 有沒有 一些人是不用做事 走走走走走走 開車 你就找警察做 為甚麼警察不能做呢 19年的時候 大把警察拿著私家車去扮家長 捉學生 我們看到 不少情況之下 是私家車來的 七人車 然後 幾個大汗衝出來 把那些年輕人捉上車 為甚麼捉年輕人就不危險 現在在 幫助香港市民 載著乘客 去求診 就不肯做 還要出錢請的士人做 這件事 已經令到很多人很不滿 當然 的士也很窮複 業界人士 他說 如果人工沒有雙倍以上 根本沒有人肯做 所以希望有2000至3000元 又要租車入油 當然租車入油是小事 政府如果肯付錢 多多多付 現在 還在談這件事 我們會看到 其實你身為的士人 你說覺得很危險嗎 你怎知道上你那輛車的人不是確診者 是不是 到時四個人上你那輛車 一個坐前面 三個坐後面 一家大小都是確診者 你怎知道你不會中招呢 是不是 現在 擺明居碼更好 而且有政府付錢 是不是 當然有錢這些東西 我覺得政府會實保實銷的 一天 踩你2000元有錢 這個當然沒有可能 也都用不了 是不是 所以 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 現在你覺得你們在最近的沒有確診者嗎 你們不覺得你們會確診嗎 一樣 好了 詳細說一下 說回警察的問題 說之前記得支持熱浦報告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就會嘗試 在兩個頻道也做廣播 後備頻道星期二日報當然要先出發 但是 我們會在晚上或下午 就會在主頻道出發節目 希望大家就可以回到主頻道看 因為 我們也沒有辦法 現在 整個好像是釀菜一樣 把主頻道釀出來 主頻道成40萬訂閱 雖然現在跌了3000多 但是也是39萬多訂閱的 Base始終大很多 希望大家兩個頻道也支持 第三頻道呢 現在只是用來做大後備 必要時才會用 繼續說回現在的士的問題 政府早前就說出了390元一個小時 請一些紀律部隊人員做 或者可能是加班 390元一個小時 做8個小時就是2,400元 怎麼也好過的士人 原來警察 負責穿著保護衣 走走走走 真正做前線抗疫工作 中國就交給一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的士佬 他們只是開的士而已 你打算怎樣 鐵甲威龍 還是肯死時速 做司機 然後 我想問一下 的士佬做抗疫 警察做甚麼 原來 的士佬做Uber 警察做Agoda 為什麼 港府 港府 就說 要找2萬間酒店 隔離公屋 做隔離 措施 紀律部隊負責 原來警察在預約房子做Agoda 對嗎 Agoda做甚麼 躲在寫字幕裏面 打開電腦 這個有200間房子 那裏 那要不要找你做 香港文職公務員有誰不懂做這件事 原來要找那些退休警察來 就由警務署署長 前警務署署長鄧炳強 就益他 關照他那些退休的 那些伙計 讓他又領一份人工 做Agoda有幾千人工呀 我怎麼知道 但是肯定不會少 散製了390元個小時 他們那些更加不止 可能是1000元個小時 一天 做8個小時 一個月就24萬了 還有假期 還有很多風力津貼 臨時工也做了幾萬個月 好了 鄧炳強 這個鄉黑的 保安局局長 黑社會 就說 臨時精調多個紀律部隊 退休要員 重出 坐鎮 協助進行新的隔離安排 而非展開大規模風區 政府 政府 就說找了兩萬間 酒店或者是公屋 現在 他說已經跟地產建設商會開會 林鄭開會 關你鄧炳強甚麼事 隨便找個部門 發展局也好 極商貿經濟局 隨便一個人 打多兩個電話就搞定啦 又要找退休警察 甚麼都給你 前線就是沒有你份 躲在後面 冷氣房 坐在 舒舒服服的冷氣房 海警房 打電話 這樣就收 幾十萬一個月 好了 高達也在一起 前線就是沒有你份 所以 他們就說這班警察很怕死 怕死得不得了 好像病毒只是搞你們 的士也不搞的 好了 他們就跟這班酒店的老闆 業主商量過 想找一萬間酒店房 林鄭就說下個星期就有10間酒店 提供幾千間房間可以安置病人 最終目標是想要一萬間 酒店當然會提供善食給病人 政府就會補貼每天1000至1600元 當然啦 1000元的房間 很多酒店當然是收不到啦 長期都沒有生意 現在突然間有政府包房 還要包Full House 這次發財了 是不是利益輸送的 沒辦法啦 當是利益輸送的 1000至1600元 不是有折頭嗎 包場竟然沒有折頭 政府這個 很明顯是利益輸送的 還要益一下這班紀律部隊 做一些油位 然後 還有裏面的善食 究竟是安排些甚麼 酒店自助餐嗎 當然沒有啦 兩宋飯 不用1600元一天 當然也是 明益這班酒店地產佬 酒店地產佬也為你們作出很大的代價 波叔 打算做酒店大亨 差點整個家族含家 你們政府一早就想起這件事嘛 要市民自己訂房 那些狗之媽祿的垃圾酒店也要過千萬萬 現在 終於想到一些損毀 現在很明顯看到 鄧炳強這班人 又怕死又縮骨 又沒有膽 又要貪錢 所有 最卑劣的行為 你們都不是香港人 當然啦 你們參與這個打香港人就很厲害 救人啊 他們不是做這些事情的 是不是呀 你們想一下 你怎麼用這個強姦犯 保護富裕呢 當然不會啦 現在 搞盡老汁 幫他找一些游水位 幫他找一些很容易吃的位置 然後 下面就是指揮那些 390сть個小時的警察 把他們打兩個電話 打兩個信號 就有房子那裡沒有房子 那些不用管的 那些用一個APP搞療又蒂ması 要是否要你們這些警察出來工作啊 現在就請了一名湧員出來 做了阿高達的位置 香港政府盛在錢多 不過 人就不是人蠢 市民就任你餘肉 不斷利益輸送 現在是不是也想麻煩利益在紀律部隊 前一陣子 在網上有一個文章說 政府打算用120元請醫生 去幫忙做檢測 被人看見即時就吵爆 我醫生就120元 你警察就391個小時 那你警察就抗疫吧 又不是 網上有張圖出來了 就是政府大量的錢 把警察拘捕出來 一到抗疫的時候 拿著雞翠那麼多錢就找了一個醫護 最後 整群警察躲在醫護後面 一個醫護後面 全部都是警察後面 那麼究竟是甚麼 抗疫又沒有你們份 收工就有 出黃糧 鐵飯碗 還要多多津貼 做事就不用去最前線 找的士佬做Uber 你們坐在寫字樓做Agoda 你們也很懶惰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好強頂的心 這結束坦理